随着疫情有趋缓的迹象 台东县政府计划花费4200万元 招待县民在县内一日游 还可以拿办手里 诸布会有24000名的县民受贿 目前已经在网路上公告招标 但是议员黄志伟质疑 振兴观光应该是吸引外地客 怎么会试给县民 执疑有滥用经费的疑虑 县议员黄志伟拿着招标案的委托书 直播县府预计规划花费4200万元 招待县民进行县内旅游仪式 感到不可思议 议员认为带动观光产业 应该是适应外地客财队 希望县府能够明确说明计划内容 县政府提出了3600万的一个 台东县内旅游的补助 自为认为这个预算用的有点太过荒唐 自为认为这个预算能不能达到 它的实质效益非常的重要 基本上我们作为一个议员监督县政府 没有预设立场任何可能性 但是目前我们所提到的 现在在三级警戒 事实上我们的市农工商都还相当的辛苦 那是否能够解除到二级警戒 一级警戒之后 民众能够有那个心情 然后有那个收入 能够很愉悦的去参加这个活动 我想这也是要考量到 县民心情的一个问题 据了解该计划是由台东县政府利用花东基金 还有部分上半年应举行而未办的活动经费 合计4200万元 办理台东市区南回纵谷和海岸地区 四条路线的旅游振兴计划 每条路线共900万元 另外还有600万元作为伴手礼费用 预计在12月10号前完成 现场楼欣赢在14号的防疫记者会上 对该计划作出回应 说明该计划是期盼透过扩大内需 达到振兴台东经济 毕竟创造5倍达2亿元的商机 这个钱是台东县政府准结下来 跟中央报备 接下来这个钱将会完全的使用 在台东的相关产品 办手礼也好 餐厅也好 企业也好 景点也好 小型的小吃店也好 所有的钱都会留在台东 今天这4200万 是投入台东的产业 它将会有加成相滚的效果 我们预估大概4200万 可以创造出5倍 到将近2亿的商业经济规模 所以我们认为 这样的方式 可以让台东的体内经济循环 也让台东在微解封的状态下 经济为复苏 不过对于该计划 台东建民也持有不同看法 还不错啊 这是算是县民的鼓励吧 在疫情期间这样也适合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会喜欢 反正好的都会很喜欢 旋律观光当然是很好 但是配套扫视还是完全一点的 就是周全一点的话才比较实际 对于该笔经费的使用方式 以及后续可能带来的效应 县府议员民众都有不同看法 但都希望钱能够用在刀口上 不要浪费 记得陈杰林台东市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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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